四月涨店价对于人民的民怨 政府真的太低估了 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到 经济部端出了面包店 每天店价涨两块的缩帖 台电今天又端出了一份 超神奇的表格 今天伟翰教大家来看 他居然告诉人民 你可以怎么用店 每天店价只涨一块钱 真的太神奇了 不过前提是 你的草席跟扇子 先准备好 好 居长哥还有包启文观众朋友 店下有时涨 表格特别多 怎么那么多表格干嘛呢 到现在为止 我看了至少有三大表格 大家都把手紧紧紧紧你看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要做表格告诉你 店价涨不多 你不会受影响 何必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这是最新的经济部 跟台电弄出来的表格 他说我们的电费金额 两个月其实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度不到700度以下的话 那你根本一天只会多多少 0.5 30是两个月 是 所以一天是多少 0.5 一天一块都没有 1个月15块 2个月30块 这天不要再说 对不对 就没影响 但问题是我一看 我根本就不是在这里 我的急剧 我是假日电费的话 我应该在这里 家里面只要四五口之家 尤其到了夏天 7月8月你有开冷气的话 电费大概就是 6000 8000 1万 对 那你去跟我讲 那个1000块以下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那边试算 跟大家讲说 哎呀如果你怎么做呢 每天只能够 就是涨0.6块涨1块 我有没有跟你亂讲话 没有 这个表格写完之后呢 大家就跟你讲说 那现在目前以1000块 电费1000块 观众朋友回去翻一下 你上次的电费 去年同期的电费 两个月有没有在1000以下 如果没有 可能是3000 可能是2000 那你根本就不是用这个嘛 对 那你用这个干嘛 第二个 那如果我要开冷气呢 来没有错 如果要开冷气的话 绝对超过496度 所以他的这个表格试算 现在是 这两天天气 春天后没心 一战就是热的 今天又开始变光了 夏天就是热嘛 那你跟我讲这个 我要一天0.5或一天1块 你就是夏天 不要开冷气 可能最高 你就算开电风扇 也要花电 所以我就说嘛 做了这么多表格 跟大家讲 其实你可以很省 让我想到了一个电视节目 什么节目 对不对 100块活一个月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啊 我今天讲说 你不可能这样子做嘛 酷啊 你今天告诉我说 怎么样省 可以省很少 没有错 但是这不是一般的状况 所以不用再做表格了 因为电费就是要涨了 涨了以后 大家自然会知道 我之后的电费是如何 你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涨 还有你的台电 为什么亏损3000多亿 这才是正办 一直做表格 无法解决问题 台电其实今天也不演 他也很不爽 我就听话叫做配合政策 在供电在订电价 结果现在千夫所指 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就知道啊 小学的时候 你有没有到了暑假 最后一天才来写作业 你昨天写作业的时候 想要半夜一边写一边哭 妈妈我要睡觉了 可是你没写完啊 你把两个月的作业 放在一天写 你就受不了对不对 那你今天台电讲说 我过去三年 其实我在党通膨啊 早就该涨了没有涨 那等一下 那为什么过去三年不涨 因为前年在选县市长 今年在选总统嘛 那选举到了不涨 那没有办法啊 你那时候不敢涨 不想涨嘛 马上就涨了会被骂啊 所以你今天不能讲说 你三年没涨 现在涨了以后 大家要抱怨 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说是诈骗 我不知道网络上 谁在讲诈骗 但是涨电价 会影响大家的生活 这点要提醒大家嘛 那台电也要 勇敢的跟大家承担 除了电费涨了以后 可能造成了这个通膨啊 跟物价涨涨之外 你的配电比 我讲了两百次了 当你核电 不使用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电价 还会更高 当你依赖的是 所谓的天然气 可是国际天然气就贵啊 不然你告诉我 如果现在国际天然气 非常便宜 我们电价是不是就 基本上不会那么贵 我才不怕 但是你今天 又有俄乌战争 又有以哈战争 你就发现说 天然气变贵了 那所以呢 你今天整个的配电比 现在目前我们看起来 核能慢慢要退场 而且我们的绿电 还在发展 绿电呢 不只是发电成本比较贵 君长哥 还要投资绿电的成本 对不对 要花下去啊 所以就是台电 今年还要再多花 因为你的发电不够以后 还要花钱再去买绿电 绿电来 观众朋友 第一个 绿电本身发电成本高 对 第二个绿电你投资 它要花钱 第三个你绿电 基本上台电还要买绿电 回来给大家用 还要再花钱买绿电 所以呢 通通都是成本 今年要花多少钱买绿电 观众朋友 1325亿 比去年更多420亿 很简单 因为核电越来越少 买绿电的比例越来越多 所以呢 你花在绿电上的成本 就会继续往上增加 那我只追一个问题 4月涨完 10月会不会再涨啊 问题来了 再两天再开那个 电价神议委员会 对 不是跟大家讲 这已经讲了半天了 都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 在那个电价神议委员会当中 有一个诞书 什么诞书 因为行政院 我们早就来讲说 到底今年是补1,000亿 还是补1,500亿 对不对 最后是补1,000亿 对 那补1,000亿 俊阳哥 来 我也跟那个保险 观众朋友讲 那1,000亿已经落下去了 还没 我要借你五百 还没 还没 我告诉你 电价神议委员会可厉害了 他说行政院 虽然说要撥补1,000亿 来补我们台电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钱还没到 那马上 现在是4月的 5月6月以后 7月8月到夏天 用电量就大了 那如果那个钱 一直没有到 我们预计 这个涨价的涨幅 11%平均 对不对 那是有1,000亿的状况之下 那钱还没到呢 不好意思 今年的下半年 还会再涨一次电价 不少涨 对 所以在1,000亿 500亿 是先前行政院 播补多少 那那是行政院的计划 如果你给我1,000亿 我涨11% 你给我1,500亿 我可能再涨少一点 可能8% 9% 但是因为 你讲的1,000亿 还没到位 有一个特别的诞书 如果后来行政院 播补的时间慢了 或者是不到1,000亿 可能只播500的话 那么今年下半年度 观众朋友 先提醒大家 不是在恐吓你 很可能电价 还有下一次的涨价期 那我们早上在会 说11% 万物起涨 那个蝴蝶 效应变成大海啸 那海啸位 再大位 已经找不到形容 如果涨幅 因为这个1,000亿 没到位 涨幅突破11%的话 还得了啊 好 那主计长 朱泽民在跟大家讲 今年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他目前上锈到2.03了 观众朋友 我去看一下 1月的时候 才1.79 对啊 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说不会太高 可是他一直浮动 以下的1.79 2月变3.08 上去以后 那总年的平均呢 现在修为2.03 观众朋友 今天还4月而已 后面还慢慢会再修 以下只有再上来 2.5 以下只有下去一点 可能1.9 所以总之 你要看全年的状况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确定 连电价 还不要涨 第二次 你都不能确定了 你怎么确定通膨 你怎么确定消费者物价指数 对不对 因为可能会变啊 那因为这个关系 你有可能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膨会往上了 第二个 我刚讲 核电慢慢退场 绿电增加 对不对 那绿电有一个叫绿色通膨 什么意思 绿色通膨 绿色通膨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要做环保 我们在做绿电 我们在发展绿色环境产业的时候 你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个成本所带来的通膨 都是你要计算进去的 包含的 你要收碳税 国际上收碳税 伦敦政经协议评 碳税的碳费 是一顿300元推估 那你这样一顿300块去收的话 你所有的产业 我建一个工厂做个零件 我弄个手机 我一个碳足机 我全世界所有的产业 慢慢都要去收的时候 它会影响你的GDP 所以当你收了这个碳费以后 一年的GDP会减少0.32 你看起来是不多 不到一%还好 但是我告诉你 建维之助少少的0.32的GDP 会让你的通膨升0.6 所以你就会慢慢上去 那通膨多的时候 观众朋友不要讲什么 前年美国都通膨到8 对不对 我们台湾都在2.3 还没有太严重 当你到了3到5到8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会非常痛苦 所以整个的店价 能源绿电发展 都会相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昨天在跟大家讲 那个日本的联手拉面店 可是不是只有一家 所以那家从288到298 下面300亿的一栏 对不对 那在我们电视台旁边的 囤金我常去吃 它也是一样 从本来200多块 升到300多块 现在要升到360块 更贵 也是一下子就跳过 360还比那个一栏还要更贵 但人家就反映成本没有办法 那所有的人 你都要十一住行 你要吃 你有房子要买的人 你发现房屋越来越贵了 你房子要租的人 租屋族 再来你要看到 买屋租屋都困难 因为租屋会上涨 店价也要涨 然后又升马半息 所以连你在贷款过程当中的压力 都会跟着变得越来越重 好建平你怎么看 今天大家关注的是 4月涨这么一波 如果1000亿没到位 10月还要再来一次 那万物其涨 没完没了 你如果4月1号涨了 还不够补台电的亏损 10月还要再涨一次 等于今年一年 我们被扒了两次皮 我说光是在店价上面 光是店价怎么试算 台电跟经济部 现在开始小鼻子小眼睛 跟大家斤斤计较 教大家怎么算 但是算来算去 都不可能节省荷包 这刚刚其实伟汉 已经跟大家讲 但是有一个重点 店价涨的时候 不要说万物其涨 我们一般基本的消费支出 比如说我们出门 要不要搭捷运 要不要搭公车 多元的载具 比如说火车 像我今天来路 我就坐火车来 坐捷运来 那这些大众运输工具 难道他们 因为电价上涨 他们票价就不要上涨吗 已经在酝酿了 好不好 台铁跟高铁都在讨论了 然后北捷 新北的捷运 桃园的机场捷运 跟台中的捷运 跟高雄的捷运 哪一个这个 他的电费不是本来就是五千四百万 或者是七千九百五十万 或是一亿四千四百万 或是去年台北最贵 二十四亿元 那电价在上涨 四月一号三亿 他们的这个电价支出 又要再增加 我看到最近什么是高铁 北高啊 一四九零 已经一条条道 快到两千块钱了 以前的一千五百块以下 大概是 这个已经变成 将是变成明日黄花了 马上到两千块 就突破两千块钱了 那你要看这样的一个北高 如果是这样的靠高铁的话 那通勤族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我才说 整个民生的支出 跟交通运输的成本 甚至医院 我这两天也碰到一些医院的 这个经营者主管 他们都受不了 因为卫生福利部 已经开放了这个 罐号费可以上涨 他们说有些 他们在二月三月过完以后就上涨 如果电价因为这样子调整 医院算是一个 非常要用电量很大的单位 他说要嘛不是政府动涨 要嘛就是补贴 结果卫福部这两天 跟这些医院主管机关就讲说 动涨不可能 已经要调上电价 事在必行 那补贴呢 看来也没空间 我们要怎么补贴 另外找预算 目前又找不到钱 那医院就说 那我们知道要涨挂号费 所以我说呢 你要看病 要去医院 挂号费又开始涨 那我们的天花板 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很快 所有的台湾老百姓民众 就会知道有多痛 电价调涨之后 带来的是多少的 这个价格跟着上涨 海薇你怎么看 事实上其实民生消费 像这些什么 叉叉水煎包 这些小摊贩 他们在基本工资 调涨的时候 就已经调涨一波了 调涨20到30块 现在又要再调涨一波 再来看到是 这些连锁的buffet 也因为基本公司调涨 已经调涨一成 现在因为店价调涨 可能又要再调涨 增加一成 那这些调涨下来 其实都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在受害 在受苦 问题是政府有看到吗 没有 那我在看到了 现在他们又说 国军我们的伙食费 要调涨2块钱 要增加2块钱 好像给国军 好棒好棒的一个礼物 问题是现在 你任何食材都在涨价 说真的 你调涨2块钱 有用吗 其实不是涨2块钱 国军的伙食费 反而是倒退的 因为现在食材都增加 都消费都增加了 这些价格都涨了 你才调涨2块钱 真的是调涨吗 其实事实上不是 不管是国军 还是我们的生活品质 实质上都是在后退的 还有最受苦的一个行业 其实不是烘焙业 不是烘焙业 是美把业 这个用水用电才多 大家都没有想到 对 所以我已经收到很多很多美把业的 这些成型 对 因为他们水用得多 电也用得多 他们只要一个客人 你能不帮他吹干头发吗 叫客人自己去外面吹自然风干吗 不是嘛 所以他们每一个客人的成本就要增加 他们自己估算 差不多10到20块 那如果10到20块 洗一个头的成本是不是要增加 那未来是我们洗一颗头 我们要花费又增加了 事实上不是只有吃 还有包含你的用等等都在增加 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平均的消费水平 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让消费者不敢消费 尤其是我们这一些中间的族群 完全不敢消费 那如此一来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一个负循环 5期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 快点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楼下楼下 托更多人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你